前一段时间我录了一个治疗牙疼简易取血 取核骨穴的一个方法 很多朋友就问了 就是分不分左右手牙 分不分上下齿呀 我今天给大家回答一下 首先咱们核骨穴呢 是守阳明大肠经的圆穴 咱们头面部的一些疾病 包括牙痛 头疼 还有咱们咽喉肿痛 这一系列疾病 所以这个穴位呢 治疗牙疼非常有效 从守阳明大肠经的巡形来讲 它是入下齿中 入下齿中 然后呢环绕口唇 在仁中宫这个地方交汇 左边走行到右边 右边走行到左边 在鼻孔这个地方交汇 所以咱们不管是左右 这个穴位都主管 那么上下齿呢 上齿的经脉的话 是咱们足阳明胃经 所以胃火牙痛 基本上是上齿疼痛比较明显 守阳明大肠经 它进入下齿中 又过上唇的一块 所以呢 它是上下齿都主管 但是这个穴位 还要提醒大家一句 就是它刺激是非常强烈的一个穴位 所以咱们孕妇呢 尽量的比较避免啊 这种穴位 当然牙齿痛的话 它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还是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